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佛麦类和成麦类两大麦相 那么在前面可能第一节关于麦整的概述里边 比较重点要注意把握的就主要是寸口枕法了 寸口枕法的部位 寸口枕法的原理 寸口枕法这个分部 分寸官尺这种分厚帐 这是我们现在主要麦诊所要采用的 所以这个是概述里边主要的 第二作为正常麦相这一节的话呢 应该掌握正常麦相的三大特点 内神根 以及它的相应的临床意义 然后次要第二的一点呢 就是在正常麦相的影响因素中间 几条比较特殊性的季节因素呢 这个体质的因素呢 所提到的那些比较专门的一些名词 会用到的 那当然最主要的临床上更多的 主要说的是病理性的麦相 第三的一节的 那么我们说在麦相里边都是要掌握 这个二十八麦的麦相和它的主病 这个是必须要记住的 每一个麦相 当然其中的话呢 每一种麦相里边说的主要的一个麦相 比如说我们说的麦胃的异常里边的 佛麦成麦肯定是最主要的 相似麦相对说来是这一类的 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 是吧 那么相对说来呢 要与那个当理性的麦相比 要相对的次要一点 这是麦相的里边的 是吧 那么具体的麦相 遇到佛麦要特别注意 佛麦的麦相 不是侵取其得的就要算佛麦 主病上不要说佛麦 兜足表正 这些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其他的几个麦相就是 鉴别上的重要性了 格麦和扣麦怎么鉴别 格麦和劳麦怎么鉴别 相似的地方就要特别注意 区别清楚了 这是前面最主要的内容 再往下我们接着讨论的 说到了麦率减麦的 尺麦这一类 除了尺麦 要注意它的主病上 还有主弱症的情况 一般主寒症容易把握 注意主弱症 第二 那么在尺麦这一类里边 再说的一个类似的麦相 说的缓麦 缓麦可能要注意的 就是说名词上来说 我们说缓的话呢 容易想到在中文字里边 说是缓就是缓慢 所以呢 它放在尺麦内 跟着尺麦 接着来讨论 但是我们说实际 你看尺麦 这个缓麦的麦相特征来说 它的频率上 并没有与正常相比 并没有说减慢 它还是依稀适制 这个是正常的标准 那么我们在这儿要说 它是尺麦 类似一种麦率异常 好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并不是非常符合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缓麦来说 那它与正常比 究竟是哪个方面异常呢 所以它说的是下面说的缓麦的话呢 它所谓的待缓无力 其实它严格说来的话呢 是一种与正常的相比的话呢 并不说频率减慢了 而相对说来是发力一点 应该是麦麦四方面来说 稍微与正常相比要 是吧 有所异常了 但是由于它的名字上 我们说缓 有何缓 是吧 有这个含义 所以就用了这个缓麦 看起来的话呢 就好像是说缓慢与词的这个意思 有接近的 所以在这儿来讨论它 所以我们严格说来 要把握这个缓麦 主要是力度上 要比正常的软弱一些 发力一些 叫待缓发力 是它最更重要的脉象特点 频率上严格的来看 并没有比正常来说 有差别有异 这是缓麦里边特别要注意的 因为如果说它都是一息四字 又还柔和有力的那个缓 那就应该是什么了 这是正常的有畏气的意思了 和缓柔和 是吧 从容和缓 所以呢 这儿书上说了缓麦两个意思呢 一类的话呢 就是从正常意义上说的和缓 用到了缓制 但是一旦说到缓 我们就容易想到是缓慢 就是持麦类的 是吧 所以这是病理性的脉象 特别注意第二的一个 所谓待缓发力 那么主病方面来说的话呢 说到缓麦的主病 说它是主皮区或者是失病 那么其实皮区和失病来看的话呢 最如果再归纳大一点的话呢 也就是说缓慢 最重要与丈夫相关 就是与皮了 就是皮病的问题了 只能说有一些是脾气虚弱了 脾的阳气虚弱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命化气血 生成气血的功能就降低了 使气血不足 那么充盈鼓动脉 脉气的话呢 就相对比正常的这个力量上 发力一些了 是吧 所以这儿来说皮区 而要说失病的话呢 其实还是失血主要要怎么样 困皮 是吧 因为失血犯人的话呢 那就是容易困皮了 因为皮是喜照勿施的 你越是怕它 那它当然就越要来了 是吧 就像我们平时说的 那越是在乎的 就越容易受伤害 一样的道理 那么这个皮非常在乎这个丝 一旦多了 那它就要受伤害了 是吧 它就这样了 所以这个丝邪药犯人 它还是容易影响脏腑的这个皮了 这样的话呢 脾气受到阻碍 皮的运化功能 推动的功能降低 影响到相应的推动的力度上 减弱一点 这样形成缓 败缓发力 是吧 所以我们说这个缓卖 实际上也就主要是与皮有关 所以在我们前面 上一次说到 四季 季节对这个 卖相的影响 不是说如果要增加一个长下 可能有的 有的就提出是缓卖 是吧 因为缓它容易影响到的就是皮 长下季节 湿性 水湿增多 就容易影响到皮 是吧 就这么一个道理 这是缓卖 那么这样看来的话呢 在缓卖就要特别注意了 缓卖 我们是作为二十八种定脉 在讲的一个名词叫缓卖 但是我们临床上要是切胺脉搏 触摸到它有缓卖这个特点 是不是一定全部都是病理脉象 就不一定了 是吧 因为柔和和缓 这是正常有胃气的脉象 所以在二十八种病脉里边 有很多脉象 其实是可以建于正常人的 临床上切胺道这些脉象 不要一概都认为是病脉 所以在这儿 我们现在已经学到的 这么八九个脉里边 已经有两个脉 是可以建于正常人的 哪两个脉 上一次提到的持脉 健康运动员 这些可以见到的 这儿 现在再说一个缓卖 以后还有一些脉象 所以我们虽然说 这儿后面说的是二十八种病脉 到了临床 不要以为遇到这些脉象 都全部是病病态 还要做一些 鉴别排除一下 它是不是生理性的一些情况 这是持脉这一类 所提到的两个脉象 持脉和缓脉 那么再往下 频率来说与正常相比 不是减慢的 而是加快了 那就是硕脉 是吧 硕 平硕 频率加快的意思 不要念肃脉 是吧 硕 平硕 加快了 那么它与正常相比 我们正常来说的话 是一息 四到五字 是吧 所以硕脉就一定要超过五次 是吧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是五字以上 那么是这个硕脉 五字以上 那么教材上说 脉象硕脉的话呢 频率加快了一息五字以上 而不满六七字 那剩下来还有几字 六字 对啊 那这样就直接说硕脉就是六字好了 是吧 不满五字又 这个五字以上又不满七字 不可能出现六点五次 五点五次 不可能 所以这样描述的话呢 比较复杂了一点 是吧 而且的话呢 确实很难 如果说你这样去把一个硕脉 就只能一息六字才叫硕脉 这有点临床上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刚好一息只有六次的 超过了六字的 七字八字的 那 有可能是脊脉 但是不一定 你要是跑一趟过来 你那个脉像 实际上的跳 你想一息 已经不止六次了 你说你就是脊脉了 对不对 脊脉的主病 后面说的那些主病 非常的麻烦了 是吧 阳脊阴节了 你要跑一趟 就跑到阳脊阴节了 是吧 所以一般说来的话呢 这个主要说的硕脉的话 可能就频率加快 是吧 加快到这个五字以上 加快了 而脊脉要说还有其他的特点 不仅频率快 还有其他的一个特点 是吧 硕脉他只说频率加快 没有说其他的一些特点 那 所以我们说这个简单一点说 这个硕脉就与正常相比 超过了正常的那个频率 指数以上的 是吧 这个就硕脉了 可以 现在来说 每分钟九十次以上的都可以了 这是一个硕脉的脉象特点 脉象特点 第二 那么主病方面 一般说来是容易想到的了 硕脉多半主热症 热一动血 加速血循环运行 所以这样的话 就出现硕脉 按中医基本理论 很好理解 是吧 现在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硕脉 那么主热症 那么也就还是要注意 那是不是说只要见到硕脉的 都是热症的问题了 还要主持呢 所以这一点教材上 后面写一个理须症 其实这个只是这样写理须症的话呢 意义还不是很大 硕脉主热症 热症中间要分什么症 习热时热 那么虚热症指的因虚 是不是就是理须了 因虚是丈夫因经亏虚 那是在理的 也就是还是一种理须症 所以这个理须症 并没有跳出这个热症的范围 并没有排除它不是热症 是不是 理须症这个含义 至少有一部分 并没有排除它不是热症 所以这个还不注意完全说明问题 关键我们是要说 要硕脉 还有可能完全不足热症的 所以是倒过来的 完全可以是寒症 这就超出热症的范围了 所以我们这说要注意 它也可以组寒症 要注意的是这个 你完全和热症的诊断 辩证治疗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的 那么这样一 为什么说硕脉 还可以组热症 还组寒症 按理说 寒症应该凝制血流减慢 应该是迟慢 为什么反而还见到了硕慢 那么他这个也是说的倒数 一二三行 一百一十二页倒数第三行 也是说的阳烬 烬到几点之后可以外跃 外跃出来的阳气 鼓动脉气 推动最后的使卖率加快了 所以他是佛大而硕 硕而无力 是吧 最后佛越了 前面我们说 散脉都要佛越 跳到好像都快 数的质数不清不齐了 有的数不过来了 那会儿他突然 他数不过来了 这个质数 所以他的频率实际上是加快了 是吧 我们现在只说频率的问题 那么就是他频率是加快了 就符合硕脉的特点 是吧 至于他其他还有佛大而善 还要乡间善脉了 还有什么 这个我们暂且不管 只说频率 他就加快了 是吧 所以我们就说 在这个时候 他是虚阳外跃 是阳气虚到极点 那么阳气虚到极点的病症性质 是寒症还是热症 寒症 阳气折寒 你治疗上是要赶快用 温阳的药物去回阳就腻 要用温热的药物 不能把它当寒症 热症用轻热的药物去治疗 所以这儿我们就说 不要说到硕脉一定都主 热症的问题 特殊的情况下 还是有主寒症 这样就和主病的所谓的 一般想到主病主热症的 这个完全不一样 是吧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说 在这个脉象主病里边 所以要注意这些特别的 一般说来 我们很多脉象的主病 都不是这个 就是说都不是这个 特异性的 执主某一个方面的情况 比如说刚才才说的 死脉 一般能够想到主寒症 但是特殊的 若洁阳明的 是热症 是吧 硕脉一般主热症 但是 西洋外越 可以佛大而硕的 是吧 这样的话呢 主寒症 这就是我们说 硕脉的里边 是吧 要注意的这么两点了 硕脉要注意的 脉象上一定说 五字以上的 是吧 不要仅仅只是一个六字 有时候很难在临床上 是吧 这个非常准确 只有六字的问题 第二 那么就是脉象主病方面 不要说硕脉都主弱症 也有主寒症的时候 这是脉率加快的 第三的一个脉象 那么说的硕脉 脉象频率方面 所以如果我们用图示的办法 也就是说在一息 这个单位周期里边 已经超过五字了 这个意思 那么与他相似的 再往下的一个脉象 一百三页的脊脉 是吧 脊脉 那么脊脉 从名词上中文字来说 说到脊 脊处快 是吧 那么他的差别和硕脉的差别 在哪里呢 除了频率 从现在的文字上来说 说的一息七八字以上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在临床实际中间 如果你摸到一个脉象 超过了六字以上 有可能是七八字了 这个时候不能说 一旦摸到一个一息七八字的 就一定是脊脉 对不对 硕脉说了六五字以上 那就都有可能的 所以应该说 脊脉最重要的特点 说他脊处 这个脊处很造脊 我们爱说的是 古脊在说到脊脉 这个名词的时候 脉象 爱用的一个术语 就是说他造脊 造手 那么造就是我们平 中文一般说到 造比较烦 造就失去了什么呢 频率是后面说了 失去了柔和了 就比较烦躁了 是吧 这个人一点不柔和了 这个就 是吧 烦躁起来 他性情肯定不柔和了 所以说到造 就是失去了柔和这种现象 因为我们正常脉象 要从容和缓 柔和有力 你就这个柔和的感觉 就是一个什么呢 你就好像在这个 窃暗到脉搏 就觉得直接是这个脉管了 这个脉管的这个跳动 就在你的手下了 你好像直接按压到这个上面了 使劲的这么跳动 打你的手了 平时我们感觉这个脉象是怎么样呢 在手下 因为它下面皮肤下面 还有皮下组织 这个下面有波动 你不能很好 但是你只能感觉它波动的这个频率 是吧 但是你不能直接感觉这个 好像脉管的那种 那种跳动 因为它皮下组织这些 有所一些缓冲的 把这样一种动力 而造手这儿呢 你就说感觉就完全没有这种 柔和之气的一种现象 所以这个说是脊脉 在它的标准上 在文字上的描述上 意思就要有这么两点 频率不仅要加快 而且不太柔和的一种造极 造极 当然这个怎么柔和的这些呢 肯定是临床的 不断的去体会了 上了临床 在我们在座大家 欠到的应该是一种 有柔和之气的 所以 以后那么遇到这样一种脉相 在老师指导下 来体会它的这个 知道 这个感觉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注意脊脉和这个硕脉的区别上 应该 为什么它一般要用一个造极 极极 这么一个术语去描述这个 极脉的特点 这是脉相方面 第二你看它因为 极脉和硕脉不同的话呢 你看它这个主病方面来说 说的是到了这种情况 所以都到了这么一种 比较衰竭重 病情很危重的 危机生命的一种情况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说它完全就失去了 这个胃气了 因为我们说胃气的话呢 就从容和缓 是吧 柔和了 所以它现在都到了这种 阳圣 圣到极点 叫阳极 因筋衰竭 虚衰衰竭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人体的气血 精精这些物质到严重的衰竭了 难以维持了 是吧 这样使整个脉气的鼓动方面 最后垂死挣扎了 使劲的跳动 频率加快了 但是这些气血 是吧 都失去衰竭了 不能顾乎 不能这个 在卖气周围形成这么一种 是吧 顾乎这个卖气的一种 柔和之气就没了 这样情况下 形成的这么一种 啊 疾脉 是吧 形成一个疾脉 所以它一定强调的话 能有失去柔和的这种 造极的这种特点 啊 所以它这些主病 是吧 都到了这种衰竭了 衰竭性的 比较严重的 要危机生命的一些时间 啊 病理阶段 啊 病理阶段 所以我们说 脊脉和硕脉的区别上 不仅仅简单 只是一个频率 达到多少次的问题 对吧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呢 你这个脊脉 啊 刚才我们说 你要是运动运动 它使劲了 或者是高热了 有些疾病 它比较高热了 频率心脏 波动频率 可以加快 但是到那个时候 它还没有说到 阳极 阴结 危机 生命的衰竭状态 那个时候 你不能说 一旦七八字 就说那个脉 相对叫脊脉 所以脊脉是到这种情况下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要注意的 脊脉和硕脉的区别上 脊脉的病情危重 所以这是关于频率的方面的一些异常 有实脉 硕脉两大类 与它相似的分别在提到缓脉和积脉 这是第二的一类 我们说脉相 你在怯案的时候要注意体会一下频率 当然频率的异常 并不仅仅只有这四个脉才是频率异常的 甚至于我们说缓脉都不是频率异常 以后我们还要说到比如说结脉 败卖 它还是缓中意志 其他还是可能有频率减脉 但是他要强调另外的停止频率的异常 接率的异常 所以在后面再去讨论 所以频率的加快减脉 还有一些其他的异常脉相 这是第二的一大类 那么再往下 如果说你频率方面不能体会出来 找到脉相有频率和正常相比的 一息四到五字这个频率 并没有找到异常的点 那么你就再看 你就再体会脉相的力度 也就是我们前面在讲正常脉相说的 第三的一个方面 一个标准叫脉四 是吧 四立四立 你就要比较一下 脉相的这个四立上怎么样了 正常的脉相的脉立脉四是什么 有力 有力中间加上有胃气的从容和缓 所以我们强调叫柔和有力 是吧 柔和有力 肯定要有力 有力但是要有一些柔和之下 那么现在力度上的异常 就在这个上面了 或者说力度上与正常相比 没有力了 鼓动上面没有力了 发力的 那就虚脉类了 虚脉类了 所以虚脉的话呢 就是不管你怎么弃按 寸观此三度 佛中成三后 怎么按那个脉相都鼓动无力 因为你如果说仅仅是 佛起中起无力 还不一定要叫虚脉 前面说了一个什么脉 成脉中间 成脉有没有可能它很有力 有 那个叫什么脉 脑脉 对不对 劳脉 所以我们要说它 佛中成随便怎么按 寸观此三度 佛中成怎么按 它都是发力的 才能说是西脉类 是吧 不然的话呢 你劳脉是成起它有力的 那还不能叫西脉 主的都是一些实证的 劳脉说到的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说 西脉是不管你怎么按 它都是无力的 寸观此按来无力 佛中成起来无力 那这样才说这个脉象很虚了 所以这个虚脉的话呢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理解它一定是空虚发力的 是吧 主并上那当然就是说 一定是亏虚 不能鼓动 不能充盈了 整个脉管充盈不上来 那么就空虚发力 是吧 没有气的鼓动了 那就鼓动这个方面的发力 所以怎么按 鼓动不起来 首起中起都没有 连成起都没有 充盈的血液也无力了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说西脉主西症 因为我们说的西 最主要就是气血 是吧 阴血的这些亏西了 阳气的亏西了 所以西脉内的这个西脉 应该说比较简单了 比较简单了 这一看 是吧 顾名思义 说到虚 虚就是虚若无力 主病也就是主一个虚症 至于具体是什么虚 或者是哪个丈夫的虚 那个辩证起来 他还要结合其他方面 所以我们说 应该说虚脉的话呢 它只是一个概念性的 其实我们临床上来说的话呢 一般临床看病 整脉的时候 一般说来不会单纯 只是整一个虚脉 或者临床的脉相 记录里边 一般都不会单独 只用这么一个虚脉 去记录它了 打了半天 把一个脉 虚脉写在那 不会这样 是吧 它只是一个总称 一个概念放到那了 其实一般说来 肯定是要具体的去 起来 有些脉相是 尘起都无力的 佛中起没有了 变成起都没有的 你还不能只写一个虚脉 要在后面说的 那就叫弱脉了 它一般就会专门 在说一个脉相 是吧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虚脉仅仅是一个概念 所有无力脉 只要无力脉 就是一个总称 以后作为脉相的归类 那些无力的虚正的那些脉 都算虚脉类 就用这么一个名词了 所以这样说下来 二十八种病脉里边 这个虚脉 基本上你可以不用再特别的去记忆 背诵了 二十八脉 少了一个了 减负了 开始减轻大家的负担了 被二十七脉了 好了 是啊 就这个道理 基本上这个 只知道这么一个概念 基本可以了 这是虚脉 那么与他相反的 与他相反的 十脉 那么道理上来说 再往下教材 第六的一类 是吧 我们先不说这个 与虚脉 教材说 类似的那个短脉 因为短脉 并不是全部主虚正 完全放在虚脉内 不是非常的贴切 与他相反的 实脉 那这个就和虚脉 对应的 那说到实 实就有利了 甚实了 在中文字里边说实 是吧 甚实 那么这样的话呢 也就说实脉 他和虚脉一样的 是说不管你寸棺 是哪一步 也不管你怎么 佛中成 怎么去 反正按到这个脉 怎么按 都是脖子有利的 那这个呢 就叫实脉了 是吧 就实脉了 所以我们刚才说 老脉 这个可不可以是实脉类的 他是不是 老脉肯定应该是实脉类的了 就说他是属于有利的 怎么按都有利的 而且主病方面 多半都是主实症的 这一类的脉 都是应该是实脉类的 所以实脉 他也是仅仅是一个名词 代表着一种有利的脉 我们临床上 也不会单独去按这个脉 就说你这个脉实脉 就完了 不会这样 肯定这个有利的脉 总是伴随着 或者是侯起的 或者是成起的 是吧 他总有一个相应的这些位置 还有可能是频率上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 硕而有利 主什么 硕脉 硕脉按起来又有利 那就是说 也就是说 他是硕脉和实脉相加了 加在一块了 那就是实热症的 因为硕脉主热 实脉有利主实症 加在一块实热症 是吧 所以这个实脉 他也是一个概念 并不是说所有的 只去切按一个单独的这个实脉 只要有利 他就算实脉这一类了 是吧 实脉这一类了 所以我们在实脉这个描述上 宾湖卖学的这个描述上 就说的是这么一个 怎么取他都比较实大有利 充盈或者卖管还要延长 这些反正有利的 叫做硬脂无需 必必强 这个字是树心旁的 不是一个毛巾那个精致旁的 不要乍一眼看过去了 念个浮浮强的 不是每一次整浮很强大 不是这个意思 必必强 必这个字 那么在中文字里边 古文的含义就是强盛的意思 树心旁的这么一个 必就是强盛的意思 所以他是这么描述的 硬脂无需 必必强 每一次硬脂都拨子有利的 拨子有利的 这是实脉的一个脉象的意思 所以你看他说的主并 也只说笼统的说一个实证 但是实证的范围 我们知道就很广泛了 可以是什么 实热实寒 反正说外感六营邪气的 任何一种都有可能了 是要水师 这些风 那么这些都是六营邪气的 可以是邪气甚者实 是要 也有可能是病离产物续击的 气质血于水亭谈施 这些都是实证的 是吧 那就是因为有这些邪气的组织了 是吧 有这些邪气组织了 那么正气又想打通他 驱逐他 邪政抗争 脉气波动 鼓动有利了 是吧 这样的话就形成实脉 所以我们说实脉这个话呢 他并不是说单一的去把脉 去后出一个实脉来 后出这个实脉来 按理说 你的诊断意义上也是非常不准确的 只能说他是实证 究竟是哪个方面的实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临床上 他一定是要和其他 进行一种相间了 然后才能判断他的临床意义 这样的话呢 就刚才说 那么他是感受热血引起的这种热症 那他就是硕而有力的实热症 就是要实脉和硕脉相加 甚至于这种相加就用了一个单独的一个名词了 比如说我们说的 在里的主制的实证 那他就在里了脉象又要变成 里边有实证的他又要有力 加在一块 乘起而实大有力 直接就用了一个劳脉的名词了 是吧 就直接用一个劳脉 所以劳脉不是说的是 成起而实大弦常 实已经就把这个实脉的概念用在里边 是吧 所以我们就说实脉 他也不会一般说来 也不会单独再去讲他 那么这样的话呢 再说 刚才才说的 这样28脉 虚脉和实脉两个脉 基本不需要特别去记忆背诵了 又剪掉一个 只剩26脉了 是吧 26脉了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你还要讲这个虚脉实脉呢 反正到了具体的临床的脉 都和其他脉相间了 并在一块了 为什么还一定要讲这个虚脉实脉呢 是吧 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除了我们一般说 只要是无力的脉 都应该可以算虚脉类 只要是有力的脉 都可以算实脉类 比如说刚才说的红脉 以后还要说的什么紧脉 玄脉 其实这些脉 都应该是属于实脉类的 它都是有力的 脉子有力的 脉气紧张 激乱 知道 那都可以说 所以这儿呢 应该说它只是这么一个概念的含义 那为什么一定还要讲呢 没有单 为什么还要单独落力呢 那这就是说 我们把它 虽然它是一个概念性的 但是把它作为一种刚领性来看待的话呢 所有28种并脉 就都不能超出 这六个方面了 所以加在一块 这六个脉就叫做六 刚领性的脉了 所有的脉相特点 就是这六个刚领性的脉相 中间一些相加 是吧 进行相间 跌加出来的话呢 那么就分别是下面说的26种 这个脉相 就是下面这些具体的脉相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刚领性的脉 很重要的 以后我们把28脉讲完了 你看教材的后面有一个表 那个表就把28脉进行归类中间 就是按否成词所虚实 所有的脉都归于这六个方面了 它可能只是这六个方面的 哪一个特点为主 它就归在那一个方面 然后还要加一些其他特点 形成一个特殊的脉相 是吧 所以我们说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所有的脉相 肯定就是说脉位上 不是佛取 就是成取 因为中取的算正常的脉位 是吧 所以脉位上 它总能找到一些特点 前面已经用佛成归类了 各自归类了三四种脉相 是吧 第二频率的快脉 那么有吃素 我们已经归类了两个脉相 而后面我们说实际上还要讲到的一些脉 也有频率的异常 是吧 这样的话 吃素就可以规定下来的 最后有力无力可以归类很多 后面说的细脉 微脉 弱脉 都是属虚的这一类的 知道 弦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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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脉 这些比较甚实有力的 都可以算在实脉 这一大位 所以这样一看 那么这个脉相 归类上 它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 第二 我们说还要强调这六个脉相呢 就是辩证上非常重要 一个是脉相归类重要 第二就是临创意义很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弗脉 尘脉 就基本上辩证上就规定了 它的辩证对象性质是什么证呢 弗脉 多半足 表证 尘脉 一般足理证 这就把辩证的病位给定了 来了一个病人 你先定他的病位在比较表情这一类的疾病呢 还是学期已经入理在你的病位比较深的 进犯脏腐的那一类的病症 那一般说来 佛脉 该用截表的办法治疗 尘脉 该用公理合理的 这个你不要用药 不要用错了 你看一个佛成 把表里定一个大致的范围 磁磁 所以你看到一个磁蚌 所以你看到一个磁蚌 一般说来绝大部分磁蚌是蓝症 蓝症 你该知道用些什么药了 切按照它是磁蚌 一般 磁磁 一般该用什么药 所以磁磁它对性质的辩证很重要 我必须要把握 具体的那些脊脉 缩卖 或者后面说的那些什么 触卖了这些频率加快 你如果搞不太清楚 但是它至少它是频率加快的 你要考虑它 可能主要是这个热症 是吧 第三 那虚实显然是变成的 还是一种性质 如果我们详细一点说 那就是说叫病逝 邪症甚衰之逝 是吧 脉象特点说的是 逝力 有没有力 辩证这个逝 就是说邪症甚衰之逝 终极说邪症甚衰之逝 产生的病理结果是什么 邪症甚衰产生的病机结果 就是什么了 虚实了 邪气甚则实 精气夺则虚 所以它这个邪症甚衰 就是要把虚实变出来 既然是无力的脉 一般是虚正 你这些大黄这些 可能就不敢随便用了吧 公邪的药 你就要注意 既然脉象都无力 该是虚正了 你那些公邪刻乏的药物 你就要少用 慎用了 一定主要该补了 是吧 既然是实症有力 那就该邪气阻止 你就不要再用什么人生的 这些补义的药了吧 一般就不太容易了 是吧 所以这儿就给你一个辩证的 虚实两大类 就该补还是该供 就有一个大致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说 这六个脉 虽然虚实看起来比较空 没有具体内容 我们还得要讲 就说它是肛灵性的 是吧 这样你大致临床的辩证 思路这些就比较清晰一些了 是吧 所以这二十八种病脉里边 前面这六个是最为重要的 最为重要的 佛成词说 虚实六肝脉 这儿这个叫六肝脉 是六个脉相了 和那些什么六阴脉 六阳脉 不要混淆了 那个六不是六种脉相 是吧 那个不是六种脉相 所以这些概念 差一点点 就说 差之毫厘 十之千里的 就不要混淆了 这是脉相里边 主要的六肝脉 那么再往下 再是一些具体的 是吧 虚脉 实脉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脉相 我们再休息一下 再看其他的一些脉相 中文字幕呢 再来 感谢 证明